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起来做噩梦 也记不清梦见什么了 小姐当年有多少秘密 那些秘密 那些奇思妙想 都来自于神妙 是我记忆出了弱性 还是这世界虚假 从他近几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站在风涂浪间 看看这 是不是大陷将军 咱这陛下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你是什么意思 说我是老妖精 我去 吸起猫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 你想做怎样的人 好好活着 混吃等死 全野心 你这是要掳过文化产业啊 何为文化产业 可以啊你 一本正经套为军女平年 这个胖还合一 像什么 为何 还不加细菌呢 脑灰露 是什么 这剧情太狗血了吧 何为剧情 哪里狗血 这什么露宿 我说过 你娘的身份 不能让你知道 我还能冲进东宫杀太子 嗯 没事 你不说没人知道 你娘还真干得出这事 这么大事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真是有多荒谬 有多荒谬 有多荒谬 赵年热血 明渡京都啊 明渡京都啊 我真想杀了你 与世界为敌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仰人心做战场 才是最惊心动魄的 这草堂里 藏着的是一只红色龙手 而他犯行 就是陷阱上的本 自从我来到京都 一切都接踵而来 仿佛背后一只大手在操控着一切 把我推向风口往前 我只希望 这世间有公道存在 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 就没有情报 也没有人见了 所以我想做的这些人 跟这世上的大力斗争 是想改变整个天下 杀倒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不来 这可是超假灭门的买卖 你就加十两 你不觉得他有点 不要 你要 下回给银票